无需变法失败之后 这唐仁彤为何不和这康良一起逃跑 反而留下来等死 难道是这唐仁先生他脑子傻了吗 其实则不然 在当时轰轰轰轰的无需变法是维持了一百天 也是号称百日为新 在之后就被这吃喜给扼杀了 这次变法失败也是这大清放弃了投墙的一个机会 也许是一个重要机会 这次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为 这次变法者他没有权利 从这个谭仁彤到梁锦绍到康有为 再到光绪皇帝他们都是没有实权 最开始呢在光绪皇帝他问自己一代后 自己能不能变法可不可以变 这代后呢是给他说 你可以变随你去变 只要大清国号不变其他都好商量 但是为何最后吃喜又变化呢 当时百日为新呢 这次变法也是非常急 是得罪了很多人 让很多无用的人 甚至一些官职呢去取消掉 所以呢是有很多人就非常不满 他们就跑到这吃喜面前去哭诉 这后呢吃喜又说不是我想问 是一般老臣到我面前来哭诉 说这个天下如果我再不出面也就完了 再后呢他又吃喜出来 将光绪将这些人全部赶尽杀绝 这谭子彤他确实是只有这33岁 非常年轻 如果不死是大有可为 他当时说出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干来两婚轮 他为何要去死呢 当时在变法失败之后 这康有为还梁宇超都是准备跑 并且呢这梁宇超还找到了他 拉起他一起走 这时呢被这个谭子彤拒绝了 无有行者不足以图将来 无有失者不足以仇圣主 是活容易还死容易 当然呢是死容易 所以呢是君行其难我行其义 所以呢他又选择了慷慨父使 也有了后来的六君子蝶血街头 哪六位呢 谭子彤 林旭 刘光帝 杨申秀 杨瑞 康广人 根据在清朝一个规定呢 如果是官越大 这砍头的刀也就越顿 到最后一品二品 简直就不是为砍头 而是为巨头 到时呢这谭子彤 它是为四品章经 也就是为四品官 其他呢有平民是唐光人 还有是反正是比他官要小 后来朝廷是太过恨他 这几个人 全部按这个一品官待遇 全部都是为巨头 非常残忍 这人呢 有的是低头不语 有的是仰天长笑 有的时候呢是破口大骂 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去求饶 只有这康王人 他是不要的委屈 他呢是康有为的弟弟 他哥跑了就把他给抓过来了 在去世之后 有他的好友 将人尸体 给收留过来 在后来就重新 葬住这个地方 也就为这彈彤 他的墓 现在这墓呢也是有了一百多年 在中间呢是有过破坏 在后来也是尽力恢复 才有了我们今天 所看到一个格局 我们到上面去看一看 在两旁有花表 上面都是有字有银帘 一对狮马 一对狮虎 它这狮虎呢非常有特点 都是围着象牵炮的一个样子 我们到中间所看 我们会看到啊 它这里只有石虎 还有四马 并没有我们在以前所看到的 翁重 这是为何呢 因为根据清朝一个规定啊 只有这三品怪以上 才可以设立翁重 甚至三品都没有 只有一品二品 才可以设立翁重 这谭先生呢他是难得的青年才俊 在当时去世时 是年仅33岁 他如果是在朝廷做官 当时已经做到四品 未来也是前途无量 如果他不死 就算在民国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奈何他选择了慷慨就义 用此来唤醒过人 我想无论到什么年代 过了多少年 人们都不会忘记他 好 这个呢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谭氏头目 在湖南刘洋 那我们下视频见 再见